新增攝影機 我們已經插上電了 電源然後 它也有就是屬於待命中 我們來掃描一下 攝影機後面的二位條碼 無線連接 新增 選擇家裡的WiFi 然後搭上密碼 連線 二維碼給攝像機 嗨 太近嗎 哦 成功了 成功了 一個 新的使用者名稱 我們先來 取個名字 密碼 先隨便取一個 密碼要至少六個 密碼不可能太弱 好吧 那認真的想一下 打完密碼確定之後 這是廣告 打完密碼確定之後 OK 那現在就看到畫面了 這個 好 就可以看到 攝影機 這樣 這樣 那這樣就連線成功了 嗯 好